中共第十九届五中全会闭幕提出2035年远景目标 中共中央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特朗普拜登同时现身关键摇摆州佛罗里达州造势 各位午安欢迎达成凤凰五件特快 我是全全先来关注到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第五次全体会议29号闭幕 会议发布公告表示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 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并提出了到2035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 公报表示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做了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做的工作报告 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习近平就建议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 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并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 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 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卖上新的大台阶 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 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基本建成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 建成文化强国 教育强国 人才强国 体育强国 健康中国 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 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 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碳排放达丰厚 稳中有降 生态环境根本好转 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强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 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 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 平安中国建设达到更高水平 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人的全面发展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共第19届五中全会提出了 十四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 和必须遵循的原则 以及主要目标 强调必须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 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 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 和必须遵循的原则 强调要加快构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实现经济行稳志愿 社会安定和谐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开好局 起好步 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 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 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 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 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 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 以及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 全会提出坚持创新 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全会提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 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推进能源革命 加快数字化发展 全会提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构建新发展格局 要畅通国内大循环 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全面促进消费 拓展投资空间 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要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完善宏观经济治理 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全会提出 优先发展农业农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深化农村改革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全会提出 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全会提出 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 全会又提出优化国土空间布局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推动绿色发展 改善人民生活品质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等要求 全会强调 要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健全规划制定和落实机制 要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 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 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凤凰卫视众和报道 中共中央3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19届五中全会精神 中央宣传部指出 会议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 是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 中央财经委员会则指出 建议起草主要把握了五条原则 包括处理好开放和自主的关系 中共中央宣传部 封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王小魁指出 19届五中全会最重要的成果 就是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建议充分体现时代新变化 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 纲领新闻线 是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 首次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作为远景目标提出来 特别是对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际国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做出战略部署 明确了主攻方向和重要着力点 王小辉还表示 建议从各个领域提出一系列战略性 创新性的举措 比如确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引领地位 明确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以生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明确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 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 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 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表示 规划建议是在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领导下制定的 新潮主要把握了五条原则 一是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做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机衔接 二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更好发挥中国制度优势 三是处理好开放和自主的关系 更好统终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四是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 确保不发生影响现代化进程的系统性风险 五是处理好战略和战术的关系 做到即高战远主又务实管用 而规划建议的核心要义 体现在三个心上 就是新发展阶段 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格局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 要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实现经济 行稳志愿 社会安定和谐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开好局 起好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共中央3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19届五中全会精神 对于会议公报提出 把科技自立自强 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科学技术部部长王志刚就表示 开放合作和科技自立自强 不是对立的关系 而是辩证统一的 中国不会关起门来搞创新 也会和世界分享科技成果 中国的科技创新 从来都不是封闭式的创新 今后也不会关起门来 自己搞创新 一方面 我们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办好自己的事情 因为关键核心技术 是买不来要不来的 另一方面 我们也希望学习借鉴 更多的国际先进经验 同时向世界分享 更多的中国科技成果 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 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 王志刚又说 当前中国的科技创新和发展 越来越离不开世界 世界的科技进步 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 中国扩大科技开放合作的步伐 会越卖越大 中国愿意和世界各国 就科技政策等开展对话交流 在开放合作中求同存异 同时聚焦气候变化 公共卫生等全球性问题 设立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金 支持各国科研人员 联合开展研究 并进一步优化 中国科技创新的法律政策环境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中共十九大为中国设定了 到2050年成为现代化强国的愿景 而这一进程的第一阶段 将从2020年持续到2035年 围绕双循环战略的经济发展模式 如何促进创新成为十四五规划中 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 十九届五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 第九次五中全会 曾多次参与深圳五年规划制定的 原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乐政认为 未来五年中国将继续坚持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 在推动以内循环为主体 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 深圳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应当有所突破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已经连续三年 把深圳列为全球创新集群的城市的第二位 那么就肯定了深圳在创新发展方面的成就 所以按照总书记现在最新的要求 我们一定要在未来加入全球创新链条的同时 要把我们的全球产业链条相关的环节把它拉动起来 要实现产业链和创新链的融合发展 有分析指未来五年 中国仍将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当前在国内疫情得到管控的基础上 率先开始考虑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步骤 进一步彰显了中国保持经济稳定和持续繁荣的信心 凤凰卫视成为心理听声 深圳报道 好 相关话题 我们请时事评论员更新先生为大家点评分析 各位先生周五好 周五好 嗯 更新人您对19届五中全会所做出的 国民经济以及社会发展规划有什么样的观察 这个规划分成两个啊 一个是五年规划 这个是等于是例行的每次都是五年 但是这次的五年规划有什么特点呢 它是在特别是五中全会特别强调了 就是15年到2035年的这个长期规划啊 就是远景规划 和甚至于再往前走啊 15年到2049 就第二个百年计划的第二个百年目标 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远景的一个规划的前提下 这个起点这个十四五怎么做 我觉得它特点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我注意了一下昨天整个海外的舆论啊 大致关注的就是都是这个远景规划 上来就2035 大家可能比十四五更关注的是2035乃至于2049 特别是2035的具体的这个目标 我觉得这个目标里边呢 大家关注的很多点了 但是我比较关注的 就像刚才咱们今天上午这个中宣部开的这个记者会上面 讲强调的第一句话 就是第一次在这个整个的发展规划当中提出 要到2035年使得共同富裕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均富啊 这个概念有两个意义 一个是均平均 第二就是要富 他不是穷啊 不是均穷 是均富 那么共同富裕把这个目标的 取得更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注意这个说法啊 还不是完全实现可能做不到 还有15年咱们做不到 但是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状态 朝着这个方向有明显进展 共同富裕呢 这次提到2035是这么几个概念 第一个就是整个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 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那么从现在来看呢 大致怎么也要到2万到3万美元人均收入 也就是说和现在比呢 至少要翻一番以上才能达到 第二个就是说 要中等收入群体的这个比例要明显扩大 也就是说不能说是那种基金系数很高 然后这种这个贫富差距很大的人均收入 在中国讲人均不讲基金系数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呢这次明确提出要把中等收入水平就是形成一个枣弧形的这么一个整个收入结构 第三个就是公共服务要均能化 这个概念我不必细说大家都明白什么意思 第四就是提到了三大差别 就是城乡差别 这是宏观的 那么区域差别 这是一个中观的 第三就是居民的这种收入差别 这是微观的 都要取得实质性的一个均富的一个进展 我觉得这个目标的提出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 既是针对中国不均衡不充分发展矛盾 主要社会矛盾的提出的任务 也是针对现在整个世界啊 两极分化的这个形势比较严重导致的这种不良后果 乃至我们中国下一步的发展要实行以内循环为主导啊 然后内外循环结合这么一个新格局呢 也是这么一个需求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把共同富裕或者均富这个词放在第一位 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整个的人民生活 所有的方方面面才会有安全的可能 大家注意到了这次的全会的安全 这公报里边安全这个词的这个出现的频率特别高 其实所有的安全都是建立在老百姓的生活的这种啊 心态乃至于我们整个的方方面工作协调上的安全上 所以均富我认为是整个所有的这些安全 包括我们发展的一个基础 好谢谢庚先生的点评分析 再来看到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30号在上海召开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做视频致辞 指出中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 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习近平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各国科学家协力寻求抗疫之道 在治疗药物和疫苗研发防控等多个重要领域 开展科技公关和跨国合作 为抗击疫情做出重大贡献 他强调中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 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中国将实施更加开放包容 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 愿同全球顶尖科学家国际科技组织一道 加强重大科学问题研究 加大共性科学技术破解 加深重点战略科学项目协作 本届论坛为期三天 近140位诺贝尔奖 图灵奖等 全球顶尖科学奖项得主出席 休息一下 回来有财经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看到股市方面 亚太区股市今天普遍偏软 韩国股市最新下跌1.2% 日本股市午后月下跌超过0.6% 台湾股市则是下跌大约0.3% 内地互生两市走出了震荡偏弱的格局 互指中午报3269点下跌3点跌幅0.1% 半日成交1815亿人民币 深层指中午报13463点下跌56点跌幅0.41% 半日成交3050亿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 恒生指数低开50点盘中曾经短暂翻红 恒指中午报24580点下跌6点跌幅0.03% 来关注到美国大选 美国总统特朗普呢 29号到关键摇摆州佛罗里达州拉票 特朗普当天大赞美国经济的第三季度大幅反弹 并且声言不会再因为疫情封锁经济 特朗普当天在佛州坦怕一个露天体育场举办竞选集会 最新民调平均值显示 特朗普在佛州暂时落后拜登1.4个百分点 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首次和特朗普一起亮相 竞选集会 美国商务部2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第三季度经济破记录33.1% 环比年化率反弹 特朗普在集会上就大赞美国最新经济数据 30号特朗普将按计划在密歇根 威斯康星 米尼苏达举办三场竞选集会 凤红卫视王佑佑 白芳 华盛顿报道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29号也现身佛罗里达州造势 拜登表示如果他能够赢得佛罗里达州 特朗普的连任之路将会宣告终结 拜登29号在佛罗里达州 迈阿密以北的布劳沃德县和坦帕 分别举行两场集会活动 拜登强调如果民主党能够赢得佛州 特朗普的连任之路将就此终结 I believe when you use your power the power to vote you're going to change the course of this country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elec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you've ever voted in Whether it's your first or tenth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heart and soul this country's at stake Right here in Florida It's up to you You hold the key If Florida goes blue It's over 目前拜登仍然在全国民调 以及大部分的关键州民调中保持领先优势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当天表示 对拜登胜选非常有信心 佩洛西表示民主党人需要做好准备 因为如果拜登一旦当选 民主党将会选择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美国必须为应对新冠疫情做好准备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一 华士顿报道 2020美国大选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 两名候选人支持率总是如何 来看一下最新的民调数字 在媒体支持率 在总体支持率方面 根据真实清晰政治网站的组合民调 目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支持率 在51.1%稍微上升 特朗普也微升到43.7% 两人差距稍稍扩大到7.4个百分点 至于根据普选票分配的选举人票方面 综合美国多个民调和传媒机构 在拜登形势占优的蓝州 合共有290张选举人票 至于特朗普占优的红州 则是合共有163票 至于形势摇摆的褐色州份 合共有85张选举人票 在各地支持率方面 根据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的民调显示 拜登在拥有20张选举人票的 宾夕法尼亚州 领先特朗普7个百分点 而在埃奥瓦州 拜登也只是落后特朗普1个百分点 此外 马萨诸塞大学洛厄尔分校的民调也显示 拜登在新喊布12州的支持率 大幅领先特朗普10个百分点 不过在北卡罗来纳州和德州 两人的支持率差不多 选情拉紧 2020美国大选剩下最后四天了 那现任总统特朗普 携带着各种争议话题 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 争取连任总统大位 而代表民主党的拜登 能否赢得选民的青睐 顺利入主白宫 凤凰卫视资讯台 今晚8点将会播出 2020美国大选倒计时特别节目 为您分析解读 敬请留意收看 以上就是全部内容 感谢您收看凤凰五件特快 再会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